一夫多妻等伊斯兰教婚至印度最高院同意调查 印度最高法院今天听取反对穆斯林一夫多妻制和尼克哈罗勒等婚姻制度的夙愿议宪 同意考虑先例案调查研究 资深社运人士谢卡尔·Viseker提交易宪书要求 在五名法官组成的宪法法庭做出最终裁决前 先将夙愿立案 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米斯拉·迪帕克·米斯拉 与另两名法官组成和议庭考量过谢卡尔的一宪书后表示 我们将进行调查 印度穆斯林社群仍实施一夫多妻制及尼克哈罗勒等伊斯兰教婚姻制度 尼克哈罗勒目的在阻止离婚 规定男子和妇女离婚后 这名妇女如果要与前夫再婚 必须先与他人结婚后离婚 或嫁给他人后变成寡妇 才能与前夫再婚 不过 一名住在新德里的妇女背纲 日前就反对一夫多妻和尼克哈罗勒制度提出宿愿 要求最高法院审理 印度人报 The Hindu 报道 资深社运人士谢卡尔和这起宿愿案代表律师乌帕德亚 声称 被刚已遭受威胁 要他撤回宿愿状 穆斯林丈夫向妻子说三次Tollag 我要离婚 即可休期 最高法院去年8月裁定这项习俗无效6个月 并要求中央政府在这6个月期间修改相关法律 最后印度国会下院于去年12月通过保障穆斯林妇女婚姻权利保障法 正式禁止说三次Tollag就可离婚的印度伊斯兰社群律法 今年头个离婚 CeTollag 台湾